这题问的是 何者被认为是人类跟猿人的共同主线 很麻烦 人人跟猿人往前推 不一样 不过我先看第二次题 为什么是阿法男猿 就是路西 因为我们跟他都属于人科 但是不同属 所以他是人猿跟人类最早的主线 一旦往后走 谁属于人类 人类就是人科下面的了 人属下面就是直立人 所以人类的共同主线是直立人 人跟猿的共同主线是 路西就是那个阿法男猿